注意看 视频中的中国选手 整个脑袋已经完全被打变形 头部伤口犹如刀皮 然而他完全没有投降的意思 但现场裁判怕闹出命案 强行终止了比赛 很明显中国选手对于这一次的判罚 非常的不满 这一场比赛到底发生了什么 让我们一起来走进比赛的现场 一探究竟 好 观众朋友们 欢迎收看本场比赛这一场 中泰拳王争霸赛 眼前这名选手 正是擂台守列者来对泰国的拳王 尸牙战绩158胜54步的 百胜泰拳王亚归猜 没有错 他是本场比赛的擂台守列者 可以说在这个量级 没有任何选手愿意和他打 他可以说是孤独求败 没有擂台 很多人不愿意挑战他的原因 有两点 一方面是他实力太强 而另一方面 他打得在下手太狠 和他交手基本上不是死就是残 然而有这么一位中国选手 偏偏不信邪 他正是眼前中国泰拳第一人 罗杰 杀战绩76胜19负两平 目前罗杰已经拿到了9条 世界级别金腰带 那么国内泰拳戒可以说是 前无古人 后也很难有来者 那比赛 罗杰作为擂台挑战者 向这个级别的冠军啊 要为猜 发起来挑战 看罗杰的面相 这就是个狠人啊 的确是很冷酷的感觉 好 双方的比赛开始 注意看白色战袍 中方泰拳王 罗杰 而黑色裤衩便是 本场比赛的擂台手擂者 本场比赛的冠军 要可以猜 两个人都是高手中的高手 狠人中的狠人 看一下到底谁更狠 哎呦 要小心 罗杰生吃对手拳法 但目前来看没什么问题 怎么感觉罗杰是有些慌乱呢 是不是有点水体不服呢 因为比赛是在泰国举办 哦 要小心 吃到了要为猜的肘肌 这下很重 什么情况 这跟以往的罗杰完全不一样啊 我们看罗杰呢 这个防也防不住 打也打不出去 感觉整个人状态完全不对 还是说在减重当中 泼水出现了问题 表威才现在已经启示了 他在疯狂的追击 哦 又是一个肘肌 如果仔细看 现在罗杰的眉骨 已经开始起包了 这是一个大雪包 这下罗杰危险了 又是一个切肘 又一个 又一个 又来 现在罗杰连防守 都有点困难了 而且注意看的话 头部伤口已经开始流血 对方的这个药维赛啊 下手一招比招狠 那批肘都用出来了 好 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我们看罗杰的脸 我的天哪 这下让我想到了 张伟丽和乔安娜 打一番战的时候啊 把乔安娜打成了外星人 就是这个感觉 但是当时张伟丽打乔安娜 也是打了五个回合 才变成这样 那这个比赛才进行了三分钟啊 这和我们往日看到的罗杰 完全不一样 因为罗杰呢 是出了名的硬 哦 现场裁判终止了比赛 比赛果然重要 但裁判要考虑到 选手的生命安全问题 哇 注意看罗杰的脸 这位来自我们中国的好汉 中国的酒冠王 本场比赛呢是 我个人感觉并不是准备的不充分啊 应该是 有一些身体上状况的问题啊 总而言之呢 这场比赛罗杰我觉得发挥的 我是没太看懂啊 感觉 30%的功底都没有发挥出来 好 那无论怎么说 本场比赛虽然说输了吧 但是罗杰我觉得 他的表现也够强硬了 最起码我们没倒 也没有被KO 而且在裁判宣读失败那一刻啊 罗杰呢也是表示我还能打 好 这时候罗杰是登上了龙王 先现场的全民粉丝 现场来到现场的中国全民粉丝呢 表达他的歉意 比赛输了啊 是有些可惜 但希望罗杰呢能够重振旗鼓 我们下一次啊 再赢回来 没关系啊 比赛输掉一场很正常 没有真正的不败拳王 那观众朋友们 您觉得罗杰本场比赛的表现怎么样呢 在评论区欢迎大家讨论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